你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林芳暖 TNews联播网聚焦新北桃源 新竹苗栗台中以及高雄的新闻消息 新闻首先带您关心的是 缺氧4到6分钟就可能脑死 遇到欧卡的病患一定要立刻CPR 提高急救的成功率 新竹县消防局就在各分队救护车上 全面设置自动给氧气 让救护员能够做更多的急救处置 向静脉输液或给药来抢救更多声明 路上有民众昏倒119获报 现场执行CPR急救 新竹县消防局在各分队救护车 配置全配自动给氧气 能提高病患急救成功率 我们一般一个好的CPR 它包括的是胸部按压 跟一个人工的通气 在人工的通气部分 我们在以前是用这个叫做 急救球抒勤球的东西 然后去做一个全程的不断的挤压 把气囊的空气打到病人的肺部去 然后我们现在有了这个 自动给氧滴的一个取代之后 我们就会有多余的人力 去做其他处置 像是一些给药注射等等的处置 新竹县是全台唯一在救护车上 全面设置自动给氧气的县市 20个分队加小队 30辆救护车都有配置 一旦遇到心肺功能 停止欧卡案件建立呼吸道 抢救生命 救护员必须对患者 每6秒手动给氧不中断 避免缺氧造成患者脑部损伤 但搬运上救护车或止血包扎过程 可能都会急救中断 有了自动给氧气 救护员能有空出的手 施做静脉输液 以及给药处置 提高急救成功率 另外定时定量给氧 优于人工给气 避免造成过量过速状况 是出勤救护力气 定时跟定量的设定 像我们现在规范 我们是每分钟给食口气 所以我可以设定 像这数字上面会有个 每分钟食口气的一个设定 然后我每次的吹气量 可以设定到 比方像400mol的一个吹气量 我就可以设定到400mol 于是这个机器就开始 一个定时定量的给气 可以改善我们一般人工 手动按压时候 所造成的一个过速的一个通气 跟过大的一个换气 急救不中断 要救更多人 消防局成立光明高救队 持续加强救护技术 救护车上也全配自动给氧气 紧急救护在鬼门关前 要抢灰更多生命 高雄市社会局多年来跟慈善团体合作 协助弱势家庭推动微型保险 今年更是结合10个慈善团体及企业资源 帮助超过48000位 弱势民众免费纳保 社会局日前也举办了捐赠记者会 感谢善心人士发挥爱心 让弱势民众增加更多保障 为了帮助弱势家庭分担风险 多年来市府结合慈善团体 免费为弱势民众投保微型保险 尤其去年沉重成大火意外 微型保险发挥功能 使得全市投保人数一举冲高到48000多人 社会局举办捐赠记者会 感谢包括福安王爷慈善会 高雄两大慈善总会 以及金融保险企业的支持 给予弱势家庭承受风险的能力 因为这个裁员不稳定 它不是市府的公务预算 它是来自民间 所以包括福安王爷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的时候 然后我们林副市长 也透过他的人脉 跟我们的金管会这边做联系 然后就开始有更多的 我们的这个受险业 都加入我们这边 包括我们中国人寿 包括我们的新光 包括当然我们的富邦 是更加码的在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还是看到有一些的经费的缺口 所以非常谢谢高雄市两大 社福慈善团体 正因为三星团体及企业热烈响应 免费纳保人数逐年增加 包括中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弱势单亲家庭 以及亲中度身心障碍者 都是违心保险关怀对象 投保之后一旦发生意外 有最高30万元的保障 违心保险有没有 我是感觉说他心好 他用心 他即使发生大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历史的家庭 可以改善他的生活 今年五月第一批纳保的时候 那时候有签署的民众 大概将近四万多位 所以我说我们第一批就是 医家的人所在做导播 后续现在高雄市政府 他在逐渐取得其他 第一收中第一收身心障碍者 还是造车边缘户的签名名册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接续来做 后面这个工作 为了扩大微信保险的覆盖率 社会局也简化流程 一旦确认投保医院 不需要个别填写药保书 就由慈善单位协助办理投保 因此社会局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 尽快到各地区公所办理申请 为自己及家人增添一份保障 新竹县竹北市人口暴增 搭火车人数也跟着增加 竹北火车站运量年成长率达到了2.15% 但是每天快车班次却只有四班 无法满足庞大的旅客量需求 县府向铁道局争取到 增停两列自强号 最快明年三月开始就可以增班再客 火车缓缓进站 旅客陆续下车 台铁竹北车站每天停靠列车128班次 快车班次只有四班 县府就争取增加自强号班次 要来提升载运服务效能 初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回应是有机会在明年 能够增停大概至少是两列的一个自强号列车 方便我们大概往南往北的一个通勤的一个旅客的需求 未来我们仍然会积极的争取 希望除了竹北车站之外 能够新增一个南竹北站 大约临近大概1.5公里的部分 让我们南竹北这边发展的腹地 以及未来人口的成长的空间 能够更符合他们的交通运输需求 根据统计资料竹北站从102年到108年 每天上下车人数从8000多人提升到10300多人 运输平均成长率达到2.15% 但每日停靠的自强与举光号只有各两班 无法满足庞大旅客量达成需求 两年来县府多次与交通部铁道局争取 台铁预计明年会在竹北车站增停两列自强号 举例以PP推拉市自强号 每列可加挂到12节车厢 座位数达到600人 加上站票每列可载800人 最快明年3月开始增搬载运旅客 竹北站的发展腹地 我们知道前站后站的部分 受限于周边都市计划的一个土地 跟使用的现况 那在扩展是有限的 那特别因应在竹北未来可能20几万人 一个进出的需要 再加上竹客以及湖口工业区进出的需要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争取然后增设南竹北站 大概距离现在的竹北站 大概1.5公里左右的争取新设一个车站 不只增搬次因应人口成长快 竹北车站腹地小无法再开发 县府将再争取南侧新龙路 增设台铁南竹北车站 串联西区生活圈高铁特区 完善带动都市公共路网 让交通运输更便利 台中市北屯区清水巷 是登山客前往大坑步道的必经之路 但是由于边坡与地面的高低落差有4公尺 让游客遇到大雨或是汇车时都心惊胆跳 生怕不小心就会跌落山谷 市议员增潮容 向市府争取到经费超过300万元 进行大约50公尺的边坡修复工程 保障用路以及行车安全 北屯区清水巷是登山客往来大坑2号步道的必经之路 但其中一段边坡与路面有高低落差 约有4公尺 遇到汇车或下大雨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跌落 显向还生 出于车辆相对在大坑几个巷到清水巷的交通量算是蛮大的 这里是一个急转弯 因为如果路况不熟的话 常常是显向还生 地方强调就是大坑重要的观光产业道路 为了游客与居民的安全 市议员增潮容协助地方争取道路改善工程 长约50公尺 经费约400万 但是它是很深 是4公尺多 所以这点它下雨它会不断的把它 偷挖 现在来做可能300-400万就能够把它补起来 如果现在这个洞没有补好 没有把它整个做设施的话 或许是下一场大雨来 它整个崩塌是连道路 连生命的危险 连交通行驶的安全性都会有余力 上去的是2号步道 连接3号步道 4号步道 还有整个5号步道 包括连坑巷 这是一个连结的产业道路 工程经费大概初估是 新台币大概400万左右 那我们的这次的电感迁移的问题呢 要先等台电公司 他们那边自行处理后 并缴纳相关费用 那我们这边才会动工 那预计我们大概在过年前可以完工 为了避免游客路况不熟 或是天后不加时发生危险 边坡修复工程中 以混凝土制成的纽泽西护栏 来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我们坐着地基4公尺的 包括我们的纽泽西护栏 未来他们车辆在这里行驶 纵使有打滑撞到护栏 也是非常安全的 地方不让路面高低落差 影响用路安全 极阻碍产业发展的进度 透过清水巷路段修复 要让大坑观光发展再往前迈进 农民运送田市 还有游客上山露营会因为汇车 通通塞在将近90度的单线路段 所以新竹线歼10厢 逐62线到18.5K处 就有栋砖房 不仅阻挡了视线 也导致马路呈现大弯 20多年来协调不下 最近终于拆除 要节弯取直 拓宽成两线到 过去专房挡住视线 汇车路段呈现近90度转弯 公车通行都要小心翼翼 更不可能有双向汇车 建设乡梅花村逐62线到 是衔接景坪与武峰天湖的连外道路 在18.5K处经常发生擦撞 这边有一栋房子 然后刚好这条道路 就是直角90度的转弯 然后平常开车的时候 绝对看不到对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路也不宽 很窄 很窄小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游览车 或者大卡车 经过那个地方的话 如果不小心 一定会像小车 比较开的比较快 很容易会撞到 当地人形容这危险路段 就好像道路的癌症 因为影响交通的砖房 履经一手 沟通20多年都无法达成共识 今年在县府核准800多万的经费下 终于在8月开工了 前制作业先将原有砖屋拆除 接下来要做薄看与回田 让道路加宽拉直 使原本的60米长的单线道 突增到两线到8米宽 而原来的弯道将转作为 避车道或临停空间 让村民通行安全更有保障 今年透过县政府的一个协助 他的开口合约 来得到一个结婚取值的一个经费 800多万 我们预计恭喜在年底 给他完成 那也谢谢我们梅花村 这么多的起劳 以及村长代表 他们协助来做这样土地的一个协调 预计年底完工 到时路口120的居民 下坡进出会更畅通 农民运送田市 或是游客前来露营区天湖赏景 都有双向道路 不再有汇车拥塞之苦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册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册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册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连动院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将镜头转到苗栗县 苗栗县头分室公所 争取中央前瞻基础建设经费 办理头分室六合国小 以及文英国中通学步道改善工程 日前顺利完工 崭新的人行专用道 不仅维护学童与民众的安全 一旁的直栽更是量化沿线 徒步空间 新设步道扑面 让学童上下课不在人车争道 走起来更安全明亮 头分室公所获得内政部营建署 补助1900万元经费 分别改善六合国小 约578公尺 文英国中约847公尺的同学步道 经过八个多月的施工 以顺利完工 我们文英国中 还有和我们六合国小的 一定地这部分 我们的总长就有847公尺长 那总经费是1900万 所以我们是把我们的人行通学步道 这边改善得更加的完善 而且可以更加的敦心目凌 让我们周边的好邻居 可以来做散步 工程计划内容 针对六合国小预定地 既有花台及围墙拆除 进行步道地平与植栽带设置 方便未来滑轮溜兵使用 而文英国中部分 则是经校方配合围墙退缩 校地内重座 并扩大步道扑面范围 广直张数 我们的六合国小的一定地 这一次的设计呢 它是口字型的 把我们的市周围通通都是可以走 人行道都可以走 在这当中呢 我们也一样把我们旧有的花台围墙都拆掉 然后整个做开放式的空间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行人走起来 更加的顺畅 尤其我们的学子 去走起来更加的安全 透过这次的补助案 彻底将校园步道串联打通 未来施工所也将持续推动 除了提供舒适人型环境 学童安心就学 家长也放心 三湾厢公所 兴建大楼主体建筑 停车场以及周边植栽都已经完成 将以香库自有裁员 进行内部装修作业 预计7月底前上网发包 目标在10月中旬进驻办公 期望早日省去每年 向五股庙租地办公的开销 也提供民众崭新的洽工环境 三湾厢公所使用至今超过70年 除了老旧斑驳 每年还得向五股庙租地办公 为了省租金 打造优质的办公环境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 新建办公厅设主体建物完成 原本苦无经费内部装潢 如今公所自筹2000多万元经费 装修工程也完成规划设计 预计7月底前上网发包 把客家的基本的元素都纳进来 所以到办公室就会感觉到 很亲切的纯朴的客家文化 也是让民众期待一下 是 所以我们期待 在10月中旬能够搬到 新的办公道楼来 尤其它的位置是在外环道的旁边 交通也便利 民众来这里下工 不管停车或者是新的办公大楼的设备 一定会给民众一种服务 非常到位的这种感觉 三位乡公所行建大楼为地上四层楼建固 融合永续概念设计 营造客家在地文化意向 停车位充足 采光明亮 通风良好 整体舒适度大提升 我们预计于在这里10月中旬 就要入住到新的办公大楼来 那我们这个客室的规划 大概怎么样 以民众接触第一线的部分 比如说民政客 清洁队 财福客 我们都排在第一楼 二楼的部分是 后勤支援单位的人事 主计 跟行政 乡长室 还有秘书室 我们是安排在二楼 未来一楼客室规划 将以民众接触第一线为优先安排 二楼乡长室 三楼会议室 四楼商待会 接下来就等办公设备到位 如期在10月中旬搬迁进驻 许多民众考机车驾照之前 都会先到苗栗监理站机车考验场练习 不过日前却发生考生练习 车辆操作不慎 造成考场设备损坏 监理站目前是关闭维修中 同时为了防范类似事件 将调整考场动线 使用规则预计最快两个月后 重新开放 想考驾照的骑士 以往有机会到监理站机车考验场练习 但日前一起意外造成设备损坏 考验场暂停开放练习 主要我们也是做考验设备的修复之外 我们也在考量整体的练习方式 跟管制的方式 所以我们想要提供更好的 更安全的一个考验的环境 跟民众练习的环境 所以有做这种暂停开放的一个措施 遭撞的考验设备目前已经修复 但环顾四周 多处护栏都有挨撞的痕迹 严重的甚至撞柱子 由于冲撞意外不少 考验场趁维修 将重新规划开放练习的动线 以及规则 让未领造的骑士练习更安全 同时也鼓励可以参与机车驾训班 现在有机车驾训班的这个制度 我们也鼓励要参加考试的考生 可以到我们辖内 我们辖内是有一家东升驾训班 它有成立机车驾训 那鼓励考生去那边报名 接受完整的数科跟学科的考试 那它可以教导机车的防御驾驶 跟交通安全的相关法令规定 可以接受一整套完整的 这个教育训练课程 然后再来接受考试 还没有考到驾照前 骑车技术相对不成熟 监理站为了保障人车设备 将全盘规划 预计最快两个月后再重启练习 新北市环保局举办低碳社区标章 继低碳永续家园受证典礼 鼓励社区设置节能减碳设备 降低用电还有排碳量 同时期望新北各里基层 都能够落实各项低碳行动 共同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理 新北市环保局举办低碳社区标章 继低碳永续家园受证典礼 共有31个社区获得低碳标章 20个里获得环保署低碳永续家园认证 其中淡水的川普宽庭社区 落实资源循环再利用 节能省电有成 获得低碳社区白经级奖章 我们社区从地下三楼到顶楼 节能灯息是达到百分之百 那在地下室的部分的话 我们的整个照明 总共有309盏LED灯 那这309盏我们都在每一个 都有一个那个红外线的一个控制 那只要有人走过的话 它会就才会亮 所以整个社区的地下室 一般来讲都是保持节能的一个状况 这一次环保署的低碳永续家园认证 树林区就占了六个里 近几年树林积极推动可食低景 屋顶农园 收成蔬菜成为共餐食材 还能降低建筑温度 各项环境绿美化有成 获得全国认证殊荣 我们从不管是厨余回收的再利用 低碳的运具 还有共餐 绿色的一个食材的一个使用 还有我们的相关的雨水回收系统 等等都达到我们相关的一个指标 都是朝向我们这个 低碳的一个规划来走 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可以推展到其他的里面 未来共同为我们的一个 零碳牌共同来努力 新北市积极推动低碳社区 期望认证单位持续发挥创意 与新北市朝零碳目标迈进 更鼓励大众一起节能减碳 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水手关灯水手关水龙头 或者是说我们使用 节能的一个电气设备 淘汰家里 耗冷的一个产品等等这些 事实上我们大致上 都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实际的 生活当中 那付出自己的一小小的一个心力 来对减排的一个工作 有所贡献 从社区里环境 落实各项低碳行动 凝聚里民住民环保共识 实践低碳生活 为自己也为社区打造出宜人舒适的低碳家园 台中市积极推动酷运动 酷城市要来带动城市的运动风气 不仅打造不少大型运动场域 也培养许多运动人才 成绩有目共睹 因此体育署先前举办学校体育传剧奖颁奖典礼 运动局也获得了机优机关的殊荣 表现相当亮眼 台中市近年来不断推动酷运动酷城市 成功带动城市运动风气 也打造不少运动建设 因此教育部体育署举办 111年学校体育传剧奖颁奖典礼 台中市运动局也获得机优机关奖的殊荣 非常的高兴 因为台中市政府运动局在这几年 也是卢萱市长的带领跟指导之下 台中的运动发展大概获得到教育部体育署评定 在今年获得体育推展机优机关奖 那昨天到教育部去受奖 台中近年来运动发展迅速 在软硬体方面皆有目共睹 像是110年全运会首次夺得南蓝电竞金牌 或是109年全民运荣获三连霸家机 柔道男神杨庸卫也在东京奥运有夺银牌 除了在人才的培训上下了不少功夫外 建设方面台中市更是为市民提供不少优质的运动环境 像是台中巨蛋体育馆 手座足球运动休闲园区将陆续动工 还有国民继额童运动中心的新建 即整建自行车场等 投入超过百亿 就是希望为台中提升运动氛围 也才能够得到极优机关奖这份肯定 那整个整体来讲台中在这三年多来 卢市长在预算的筹编跟支持之下 整体的经济运动的实力 全民运动的推广 还有整体硬体环境的整建都大幅的提升 那我想这是这一次获得到教育部肯定 也代表卢学院市长在这三年多来 整个施政的执行力也达到中央的肯定 台中在卢市府的带领下 打造成健康活力的运动城市 运动局更承诺未来持续完善运动场域 让市民继续朝向酷运动酷城市迈进 我超想看的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不要走 走回去 我们的董事啊 为什么 人口迁入多 就学需求就跟着增大 来看新竹县竹东镇外五里 新房子是越改越多 二重国中的学生人数暴增 县府规划113学年度 国一新生将从原本的9班增加到12班 也核定了3.8亿元经费 启动校舍增建 将盖两栋新的建筑物 五龙五师热闹消气 学生坐在操场上 竹东镇二重国中 阴外五里 宁静重化区和竹科 新房子越改越多 人口大量嵌入 学生人数暴增 县府规划113学年度 国一新生将从原本的9班增加到12班 移入的人口越来越多 所以就学的需求性上也大幅来增加 那所以我们在我们在地的二重国中呢 这边有增建校舍的相关规划 那目前为止 该学校的量体是每一个年级是9个班级 那预计呢 能够在增建之后 变成每一个年级是12个班级的量体 那这一次会在学校的后方 用采用租用校地的方式来做相关的兴建 学区人口快速成长 就学需求大 县长杨文科指示教育局 加快二重国中扩建校舍 最近或核定3亿8976万 今年启动校舍增建计划 将在学校后方 租用校地方式来兴建 未来将兴建地下一层 地上五层 AB共两栋建物 预计可增加9个班级 共计270人就学 除了兴建中央厨房 提供师生安全 营养卫生的工餐环境来源 也一并解决室内教学 办公及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 那目前为止的规划是地下一层楼 跟地上五层楼的AB栋两栋建筑物 那预计的经费总共是3.8亿元左右 那近期即将会请学校开始来做 临选建筑师的相关作业期程 那期待我们在113学年度 我们就可以以新的建筑物来迎接新生 目前进行建筑师临选 新校舍预计113学年度完工启用 满足新生增班及专科教室需求 未来学生就能就进入学 不用再到外地读书 高雄市立成功特殊教育学校 参加今年全国学校经营 与教学创新KDP国际认证奖竞赛活动 在学校经营创新内脱颖而出 获得了特优的殊荣 也是全国唯一获奖的特教学校 而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可以让他们获得国际认证 带您一块到校园瞧瞧 这棵在成功特殊教育学校内 超过80年的老榕树 曾经获得了全国最美校朔美誉 而这也是校园环境再造起点 由于学校位于亚洲新湾区 为了与临近整体城市景观搭配 校方就开始写计划争取经费 引入环境改造新创意 打造特殊教育特色的美感校园 我们利用大榕树的一个概念 然后引申我们美感环境再造的 第一期的计划 那我们也获奖了 获得补助 那接下来 因为我们的学校的建设 还要积极的进行 所以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我们在积极努力 然后再争取第二期的一个美感再造的补助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对于食用教育 然后研绎栽培 然后整个的生态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也很高兴 也获得第二期的一个计划 从最早的通学步道开始 打开与社区隔阂 并且借由校园美感教学 让学生在老龙树底下学习技能 再到生态与食农教育 成为学校特色 因此在参与今年的 全国学校经营与教学创新 KDP国际认证奖竞赛活动 脱颖而出 勇夺了学校经营创新类 特优殊荣 也是全国唯一获奖的特教学校 利用这个机会 来让我们的校园 能够在人文的严肃 生态的严肃 然后美感的严肃 那能够让我们孩子在一个 提供一个非常快乐学习的 学习环境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就开始来发想 参与整个的计划 竞争 然后争取这个认证 为了因应小学部的成立 学校也努力争取经费 规划设置可以提供 轮椅族使用的 共荣室无障碍游乐场 未来还会有体育馆 那我们后来才成立了小学部 那有感于他们没有运动的空间 发想说 我们是不是是否再来参加 我们共荣室的游戏场的一个 经费的申请 那经过这样的一个评比竞争 那也很高兴 我们本校又获得了这样的经费的补助 那我们也要接近完工了 过去创校并没有体育馆 那我们的多功能的体育馆呢 我们在近期已经获得了一个规划 会的补助 那在未来我们还是可以完成 整个的多功能的运动馆 由于近几年少子化的效应 特校的学生也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但是成功特教却没有因此减班 甚至还有家长跨区将孩子送来就读 校方的用心经营与环境营造 也获得了家长们的肯定 新北市土城中正国中 推动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各项课程 培养学生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 家长会特别捐赠了四台脚踏车 老师带领学生运用想象力与实作能力 把脚踏车升级成为科技巡逻脚踏车 真正落实创客精神 四台脚踏车车头前中正国中 字样是运用雷射在压克力板上 所雕刻出来的 这台脚踏车不仅美观 还有特殊功能 只要踩动灯板就会发出亮光 确保夜间启程的安全 土城中正国中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透过老师与学生的集思广义 把普通的脚踏车升级为科技巡逻脚踏车 因为脚踏车的前面我们装了一个磨电机 然后磨电机我们当初在选择 因为它其实有很多种选择 然后我们做的磨电机是想说 让这一个脚踏车也是环保的 然后它又有多功能的状况 我们可以用它上面的磨电机 然后上去做我们手机也可以充电 然后也可以点亮我们的灯板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 前面的灯板会亮 然后后面会有一个跑马灯的功能 可以兼顾到骑乘者的所有安全性 土城中正国中积极推动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成为新北科技领域发展重点学校 九年级课程强调跨科目跨领域与专题制作 这一次家长会捐赠了四台脚踏车 学生发挥想象力与实作能力 解决生活问题真正落实创课精神 要培养这个能够动手实作的 能够解决日常生活的这个学生 为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么很高兴的就是说 我在一群非常有热忱 而且非常专业的老师的带领之下 我们这个课程有做过非常缜密的规划 那希望透过动手实作的课程教学的落实 还有评量 让孩子培养这个带着走的一个关键能力 家长会一开始只是想方便置工巡逻校园 而捐赠脚踏车 没想到促成了学生的创课活动 将更努力守护学生的校内外安全 那也谢谢学生们这么努力 那跟老师们这样子配合结合脚踏车 让我们包括夜间的巡航 包括日间夜间 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安全 我们家长会是非常的乐见其成的 那也会尽全力的来保护学生安全 在学校老师学生以及家长志工共同的合作下 科技巡逻脚踏车才能诞生 让校园安全升级加汇更多学资 已故作家中兆正有台湾文学之母的美誉 生前的遗愿之一是希望新编中兆正全集 收录前一版没有收录到的作品 在客委会和桃源市政府的支持下 新编的中兆正全集由中老的儿子 中研威担任总编辑 新编全集已经发行 在大和文艺记正式发表 新编中兆正全集发表活动 选在中兆正文学生活园区举行 总编辑中研威和客家事务局副局长戴辛达 以及地方艺文人士共同见证这套新编全集的诞生 2004年曾经有一套中兆正全集 但是在那之后中老还有许多创作 这次新编版都收录进来 那一套全集疏漏蛮多的 更何况中老在那一套全集编好之后 还多活了十几年 所以他还陆续有创作陆续有一些水笔 所以郑市长就发啟动了这一次的新编的工程 新编中兆正全集共有42册48本 中研威花了两年的时间整理 将手稿和报纸资料重新打字 将中兆正后期的创作尽可能收录进来 我们从他的手稿 还有刊登在报纸的 一些任何性质的创作 我们都把它收集起来 重新打字 校对 编排 新编中兆正全集加入了目录 分类 检索和体力 撰写了续文和解说 成为研究中兆正创作者最完整的典藏 十月份团队还会发行电子版的中兆正全集 提供研究者和爱好者更方便搜寻的工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高雄寿山动物园从102年开始推广动物认养机制 希望让更多民众认识并提升动保意识 为了宣传活动特别将动物园的动物们 还有高雄美丽的景点结合 让动物在高雄逛大街 而图文在高雄旅游网的粉砖上 更是引起了民众热力回响 大象阿里在大港乔滨细水 调皮的台湾黑熊波比到博尔打卡拍网美照 这些寿山动物园的动物们都出来逛大街 为了推广寿山动物园动物任养 市府公安局将园区的可爱动物们 与高雄美丽的景点结合 在高雄旅游网脸书粉砖的贴文 引起了民众热烈回忆 那其实也在短短几天之内 就获得大概30万多人次的观看次数 个人来讲的话 一年500元就可以加入动物任养 那可以获得一张动物任养卡 那凭这张动物任养卡 就可以一年不限次数 来寿山动物园参观 以企业任养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一年5万元的最低门槛 就可以加入 那我们其实这几年的话 像是我们的联邦银行等等的一些企业 他们大约都是非常长期的 有加入我们寿山动物园的任养计划 那我们都是希望说 藉由大家的努力 不只是个人的 那或者是企业的 那也非常欢迎 我们高雄的在地企业 也能一起来加入 让我们寿山动物园有更多的能量 来做这些保育动物的推广 那还让我们动物的造养 能够获得更好的品质 寿山动物园从102年开始 推出动物任养机制 每年平均有500位个人 企业5到10间加入响应 目前任养前5名动物分别为 台湾黑熊、非洲象、孟加拉虎、 非洲狮和猴猫猩猩 另外还有白犀牛、长臂猿等等 欢迎民众加入任养行列 一同守护可爱的动物们 那以寿山动物园的动物类养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有挑选的几种动物 像是我们的孟加拉虎 那或者是台湾黑熊等等的 那我非常欢迎大小朋友 可以指定喜欢的动物来练领 那其实目前比较受欢迎 大概还是以我们的台湾黑熊 跟非洲狮大概会占比较前几名 那假如说比较没办法决定的话 也可以用不指定动物类养的方式来加入 那我们这些相关的经费 我们都用在改善我们的动物的 他七期的环境 像是他七架 那或者是我们来添加一些 是比较属于动物 他们可能专用的添加剂 像或者是像一些高龄动物 他可能会需要额外添加一些营养 那我们都希望说 藉由将大家的爱心 能让我们寿山动物园的动物 能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加入动物任养行列 就可以凭任养卡一年内 不限次数免费入园 这对于喜爱动物的民众来说 真的是一大福音 寿山动物园表示 动物任养计划 是希望能让更多的民众认识 并提升动保意识 也为原生物种富裕 尽一份心力 欢迎喜欢动物的民众一起参与 相关锻养资讯 可以上到寿山动物园的网站查询 狗儿被称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他们无辜的眼神和热情的活力 总是能够引人会心一笑 台湾心浮犬培育团队 训练流浪犬成为心浮犬 带他们与自闭症学员互动游戏 不但提高了自闭症学员的学习动机 也让流浪犬重新建立与人类良善的连结 陶渊市非盈利组织发展中心举办浪爱延续 暖心陪伴心浮犬计划成果发表会 市长周文灿也到场参与 拿起象征公司协力的拼图完成拼接 串联起合作互助的推动成果 透过心浮犬与身心障碍者的互动陪伴 协助身心障碍者重建人际关系 改善冲动或自我封闭 对身心障碍者生活训练有莫大的帮助 帮助他们可以去面对自己会冒出来的 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情绪 有好的情绪也会有不好的情绪 那这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所以说这些就是帮助他们可以练习 怎么样子察觉情绪理解情绪 帮助自己更了解自己 然后可以了解他人增进人际的关系 台湾市自闭症协进会理事长肖云香表示 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心浮犬培育团队合作 一系列的课程下来让自闭症学员们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自闭症的孩子本身这个同理心的部分 本来就比较薄弱一点 那透过这样子所谓跟动物的互动的过程里面 相互之间的那种心理上的一个互动跟感应 非常非常的适切 强度上都会掌握得非常好 台湾心浮犬培育团队执行长陈一军 期盼未来能够持续服务更多的特殊族群 帮助他们学习并加速融入社会当中 同时也会积极培训新的流浪犬成为狗老师 重新创造流浪犬的社会价值 台中市北区的郁德里设置了一个木制平台 这个平台不仅可以让喜爱运动的民众 跟着音乐活动筋骨 还可以一起高歌同乐或是吹奏乐器 跟李明一起分享而成了社区传播的小舞台 跟着音乐动一动 在台中北区郁德里的音乐平台 常常由李明早上傍晚都来运动伸展筋骨 郁德里长在新盖路面之鱼 运动的地板全部都翻新 然后又增加了一些元素 就是这个音乐平台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平台 那可以让他们老人家 或是我们附近的居民来这边运动 唱歌跳舞 画会很大很大的功能 真的要感谢这个市政府来为我们做这个 让我们这些老人家居民 他们都非常的高兴 增加我们这个郁德园道的一个特色 郁德里长在新盖路面之鱼 多设置了音乐平台 让喜欢音乐的李明可以来这 搭配音乐活动筋骨 但律动的老师表示 希望可以透过歌词设计动作 运动之外 还可以增进长辈们的记忆力 民众在使用音乐平台时也可以唱歌 吹奏乐器 交上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有民众表示有了这个平台 生活也增添了不少色彩 好多了 当家还有跟老人家可以聊天 说过去的事情 又可以运动 是很不错的地方 社区里有一个能够同乐分享的平台 让李明多了一个机会展现自己 也创造更温馨和乐的社区气氛 久违的国际艺术饗宴 2022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 从即日起到明年的4月16号 在英哥陶博馆三楼展出 除了有国内外知名艺术家联合展出 更与日本、韩国、以色列和荷兰等国家级的展馆合作 也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交流寓作暖身 两年一度的国际陶艺双年展 这一次以世界的形状陶艺作为社会新动能来作为主题 多达12个国家精彩的陶艺作品 在英哥与民众要见面 我们2022的新北市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 那自现在就开始在我们的英哥陶瓷博馆举行 那近年因为疫情 其实让很多国际交流都有受到阻碍 但是在今年的陶艺双年展 我们总共有来自12个国家 47位艺术家展出72组件的作品 那作品都非常的精彩 那也可以看到其实大家要突破疫情 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那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呢 都能够到我们的新北市英哥陶瓷博物馆 来欣赏这么精彩来自世界各国好手的作品 陶艺家卓明顺的香炉以沫 将穿戴装置与陶艺结合 借此来传达出疫情之下 人与人那种受到防疫约束的情感传达 贴合现实 而来自日本的艺术家曾蒂明也 用低化素电脑绘图作为发想 将陶艺以几何图呈现 有种既接近也远离的模糊感 挑战观赏者的既定印象 另外还有来自台湾艺术家杜瑜杰作品 以皮剑纹理来作为观赏的体验 也是对陶艺印象的打破更是一种幽默 陶艺庄年展是从2004年开始举办 那每两年才会举办一届 那会分成竞赛跟邀请两个方式举行 那这一届呢是用邀请的方式 那是由我们台湾的王一慧老师 以及韩国的策展顾问共同来策办的 那在这次的四个单元里面呢 就可以看得到各国的作品 那分别就是有比较传统的 有创新的 有实验性的 那非常非常的精彩 可以打破大家对于陶艺的一些传统的观念 也有一些作品呢 可以挑战大家对这个陶艺的认知 那这些都是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共同来欣赏的 四大展间 从陶瓷传统之路到变化转型 以及创作媒材和与土地的情感连结 民众可以一窥英哥陶瓷双年展 从2004年以来不断走向世界 为永续陶瓷文化所做出的努力 配合交通部观光局台湾好行环岛大串游集点区活动 即日起至11月30号 民众搭乘各路线就能够几点抽现金 为了行销苗栗国际曼城之美 县政府文化局也加码推出了南庄县超值套票 包括美食 伴手礼兑换等多项优惠 邀请民众体验南庄漫游美丽 鼓励达成台湾好行交通部观光局 规划台湾好行环岛大串游集点区活动 即日起至11月30号 民众搭乘各路线 累计三点即可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 而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也延续去年的优惠方案 加值推出两款旅游套票 苗栗县政府的部分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两款 那分别是台湾好行南庄超值优惠套票 那这里面包含了南庄好食好玩 一日游300元这样的套票 那它是包含了好行一日乘车券 然后还有在地美食超值的兑换三张 跟伴手礼的兑换一张等等 那第二个套票呢是属于南庄曼城双人套票二日游 那是1600块钱的这样的套票组合 套票分为台湾好行南庄县超值优惠套票 南庄好食好玩一日游 内容有乘车券 住宿礼用 美食及伴手礼兑换券 又会多又便民 来自台北的民众也大力推荐 四头山以前是台湾实景之一 在以前 那现在开发很多 像那个 那个什么 像现在的产业道路啊 像竹东到 到那个 坐篮这个台山县啊 也是发展什么客观观大道啊 什么东西 我觉得 在这一带来讲 像游泳池 你们有这个台湾好行的啊 我觉得这非常棒 一方面呢 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两款套票已在苗栗客运 头份总站 南庄站 及网络贩售 有效期限至111年5月31号为止 在地知名景点 南庄商圈 才会装饰的13间老街 东村宿舍等 值得民众深入探访 细细品味 每年中秋节过后 就是脚白笋的产季 桃园市龙潭大坪 三坑地区的脚白笋 现在正式盛产 饮用石门水库 丰沛的水源 种出来的脚白笋 口感绵密 甜度高 采收没多久 就抢购一口 每年的中秋节过后 便是脚白笋的产季 桃园市龙潭大坪 三坑地区的脚白笋 在每年三四月种植 经过半年的生长期 现在陆续采收 由于附近农田 饮用石门水库的水灌盖 生长出来的笋 皮薄 口感绵密 甜度高 深受消费者喜爱 又有白玉美人腿之称 今年在三坑脚白笋节 荣获最佳甜度王的徐丽云 种植约一分地 有1200棵 但她每天采收的笋不够卖 主要是她舍得在笋子 最嫩的时候采收 保留最鲜美的甜度 田间管理啦 还有要舍得哥 还有你哥的时候也很重要啦 就是哥的时候我都是哥 比较少吃 我是顾品质 我的订单已经接不完 不够卖啊 对不够卖了 每天都很忙 对然后在田里都一直接到电话 然后你没有放歌 订单到什么时候 至少在半个月以后才有 今年因为中秋节比往年早 所以现在才要进入盛产期 大约可以采收到11月底 也因为今年天气太热 田间水温太高 产量不均 但民众还是可以利用假期来尝鲜 今年的产量可能会没有这么好 因为我们的雨水比较少 天气温度比较高 那口感呢也是跟之前一样 就是甜度会比蒲里山枝的还要甜 国庆日年假来的时候应该是盛产 那时候来会更适合更刚好 农潭三坑大平地区的角白笋 以赤壳种为主 价位一斤大约200元上下 像这种特别鲜嫩落在230元 带隔的一斤150元 想尝鲜的民众不妨到产地来走走 顺便来趟观光之旅 体验三坑老街的风情 台中市太平区光龙社区发展协会 邀请社区长辈来场清凉怀旧之旅 熬煮凤梨绿豆制作鸡饼 还有长辈们边写边吃 看到怀旧的冷冻带 配上绿豆冰这个组合 也大赞好怀念 拿着冷冻带吃着绿豆冰 长辈们大喊好怀念 太平区光龙社区发展协会 邀请社区长辈制作透新凉的鸡饼 勾起长辈们满满的回忆 这个很怀念 这个以前我们生活比较困苦 小孩子嘛 我们都是自己做兵 就是这样子 所以很怀念 很好 好适啊 回味啦 主要是回味 就是以前都有做过 凤梨的啦 还有红豆的啦 又花生的啦 綠豆都有 厨房里熬煮凤梨等待冷却 拿出最复古的冷冻带 准备就要来大展身手 我现在把泳頭泡全部 technique 携hard 就拿才没做 泳頭泡�� 掌辈拿着汤匙 小心翼翼 把凤梨果肉汤汁倒入冷冻带 一旁还有鸡鞋冰模型 这冰棒棍还藏有巧思 拔出来大大的帅子 这是免费再来一支吗 接下来的一个课程 就是一个成果展 所以今天我们会叫长辈说 来做我们的透心凉 鸡仔冰 然后鸡仔冰 就是还有我们做了 我们那个怀念的那个冰包 吃的就是那个绿豆的 绿豆冰包 然后现在我们来做那个凤梨 怀旧冷冻带绿豆冰好怀念 还是透心凉的水果鸡仔冰 要什么口味自己做 长辈们不仅学得开心 还能夹滴滴 在桃园市新屋区 有一间飘香了20多年的 黄妈妈水煎包店 小小的店面 虽然隐身在住宅区的巷弄里 不过还是挡不住 闻香而来的掏客 水煎包外皮香酥 内馅扎实饱满 一般人吃个两个 就能够挡一餐 一颗只要18元的佛心价 让小店面人潮总是络绎不绝 我们透过镜头 带你一块去品尝 大火煎的炉里的水煎包滋滋作响 带点围焦的冰箱伴随肉香味飘散 诱人的滋味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 大清早水煎包店就出现排队年潮 新屋这家黄妈妈水煎包店在底飘香20多年 小小店面藏在住宅区的巷弄里 但真材实料的水煎包 还是靠着口耳相传打出名号 车队推荐 车队推荐的 口感 我觉得感觉还不错 不会很油 算很清淡 这一家吃起来料很多 然后炒的料也很香 水煎包外皮香酥Q弹 一口咬下 嘴里满满都是糖汁 猪肉的鲜搭配蔬菜的甜 让不少消费者一视成主顾 不过老板娘说 做水煎包其实是五姓茶柳 我们最开始是卖葱油饼的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住店面 就只卖一样葱油饼有点 感觉好像太干掉 所以才再增加水煎包 然后因为新人还挺喜欢吃水煎包的 原本卖的是葱油饼 没想到水煎包实在太受欢迎 反倒成了店里招牌 也难怪老板娘保留不手软 一颗水煎包重量直逼150克 一餐吃两颗绝对够饱 没有秤的话 所以不小心越包越大 到时候会煎不吃 方半秤不是要控管成本 是怕自己越包越大颗 水煎包一颗18块已经够佛心 黄妈妈还担心客人吃不饱 就是这样实在的心意 让小小店铺能在地方站稳脚步 以上就是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林芳暖 感谢您的收看 TNews联播网每天晚上8点 提供您最贴近名义的新闻 我们再会